在项目当中呢 我们之前还写了一个目录是db helper 对吧 这db helper呢 我们说要写一些这个数据库的辅助代码 也就是说帮我们建一些表 添加一些假数据 这是db helper干的事情 然后呢 这个db helper咱们来实现一个 好 创建一个购文件 我们就叫db db 因为呢这个文件一会儿要运行 帮我们去创建表 所以说这直接改成may 然后在它里边呢 我先手动的引一个驱动 import 手动引一个驱动 是mycircle的驱动 我们就叫它 下滑线就行 因为你不需要特别去使用 github.com.go circle 把这mycircle手动引一下 然后下边 下边的话 我们先写一个键表语句 键表语句 一会儿呢 我们要建这个user表 所以说在这儿 挖一个 寫一个键表语句 语句的话 我搁这来写 比如说创建一个表 create table 如果说没有的情况下 再创建 是一幅 not not exist 创建一个表 我们叫user 好 在这里边来写 这个表呢 有哪些字段 就对照这个user对象 的那些字段 就可以了 比如说第一个字段 应该是id 我们给它印的类型 因为这个id啊 一般不会等于负的 对吧 所以说 你最好给定义成 这个无符号的整形 无符号的 insign 的 无符号 然后呢 我们再让它自增 auto increement 对吧 自增 这是一个 这是id 然后id完了是name name watcher 我们给个20 足够了 然后呢 地址 跟上面一样吧 还有一个手机号 phone 手机号应该是15位 这些都写完呢 给它写一个主件 premory key 我们就将这个id 作为主件 好 这是揭描语句 然后呢 揭描语句有了 咱们再写一个 对应表的结构体 比如 type user strut 对应表的结构体 还是那四个字段 id int32的 咱们给它起个别名 这个就是说是那个strut tag 对吧 给它起一个tag 算它的标签 然后name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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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b name 好 还有一个地址 address string db 最后一个是电话 phone 好 这是它对应的这个表的结构体 好 完事呢 我们就可以真正的去实现这个方法 也就是may 方法入口 来一个may 在may里边呢 我们首先让它去打开 并连接数据库 ok 然后呢 这一块就是用circle x dirconnect connect connect的什么呢 这里边写参数 就mycircle 是那个driver 是驱动 还有一个是 这个书记库地址 地址呢 其实是在咱们的config里边配置的 是不是啊 咱们前面配置过 就是config mycircledns 这是咱们自己配置的 当然这个方法你调用之后呢 会返回这个db和一个arrow 然后呢 咱们先把arrow处理了 不得nil 不得nil先去打印一下 打印完了 咱们先执行这个 键表语句 就是上边咱们定义那个scammer 在这去执行 db.must exit 这里边呢 直接将语句扔进来 就可以 那么 只向这个语句呢 只是键表 并没有说加入数据 对吧 所以说下边咱们再 添加一些 假数据 这块咱们也可以给它 开一个事物去写 就是说 先开一个事物 比如说db.must begin 这是开一个事物 它会返回一个tx 就是一个transaction 那么开启事物之后呢 我们可以在这儿先设置一个随机种子 因为一会儿我要添一些随机的字符 然后用于这个测试 然后这里边添加随机种子 用这个rund.sind.tum.now.unix 就是用一个系统时间 这块应该是包印错了吧 看一眼 这个没有 这个rund应该是mass run的 这个包 好 这是 然后这个随机种子设置完之后呢 我们这个事物 执行circle插入 就是说在事物里去执行 所以是transaction.must exist 在它里边呢 执行一个插入 插入是insert into 咱们的表呢 叫user 插入id name address address phone 然后values 就是对应四个占位服务就可以了 1234 对吧 然后在它后边呢 还需要其他一些参数 第一个是这个插入的键表语句 然后后边呢 跟一些参数 这个参数就是你这里边添加的参数 比如说你第一个对应的应该是id 这id其实它是自增的 你直接传一个nil 就是不需要就可以了 咱们在下边来写 第一个是nil 然后第二个呢 嗯 就name name咱们就可以这个 让它生成一些随机的 随机的话 咱们可以单写一个随机的方法 在下边 比如说我可以按指定个数 生成这个随机数 可以这样做 那么这个随机数的话 我们写一个方法 getrandomstring 指定个数 生成一个随机数 那么在这里边呢 我先给它一些随机的东西 供它去用 比如说这个0123456789 是吧 然后呢 abcdefghijk lmn 好 就是随意的给它一些这个数字 好 就是说随意给一些数字 和符号 一会呢 它去用这些东西去生成 那么这里边你可以写一个 bats 给它转成这个bats 然后再定义一个返回结果 是result result 这块还是随机的 用系统时间去随一下 .new new一个run的.newsauce 根据什么呢 就根据这个时间 no.no 好 根据这个时间去随机数一下 那么下边就去生成这个数据 i小于 ln i++ 所以说这里边会有最终的result append append result bats 生成这个intern随机数 按指定个数的 那么在这块最终呢 return一下 将这个生成的结果 以周串形式 返回 OK 这是生成这个随机数 那么在这儿呢 你就可以用这个生成随机数的方式去添加一些假数据 你比如说这个name name 就是get random strain 生成10个 位数 然后呢 第二个是名字 名字比如说写一个 北京开头的 再加一些随机数 加10个吧 然后再往下 再往下呢 是电话 对吧 电话比如说1591开头 后边呢 也跟一些随机数 4位 应该再加 7位 对吧 这是一个手机号 OK 这是咱们对于数据库的一个事务执行 事务执行完之后呢 你还需要去提交事务 提交事务是提交点 commit commit 提交 当然这个也会返回一个arrow 然后我们可以处理一下 arrow不等于new 也是 不过这块呢 咱们不是这个打印了 你这个如果说事务有问题的话 你应该去回滚事务 对吧 回滚 回滚 transaction.rollback 回滚 它会返回一个arrow 这个arrow我们就不处理了吧 不处理了 好 如果说这个 如果说这个没问题 咱们给它打印一下 就说 执行完毕 好 这是项目对应的数据库 相关的代码 然后呢 咱们先给运行一下 把它给运行 这块呢 如果说运行成功 数据库呢 会建一张表 并且插入 假数据 好了 这写执行完毕 那么咱们去库里边看一眼 多了一张表 有子 它也有一些假数据 对吧 那么你可以再运行一遍 这个 正在运行 还是完毕 是吧 那么刷新一下 你看 又是一条数据 这是咱们添加监控 添加数据 到这 是搞定的